男人们,刷到这条视频的你啊,真是太有福了 遇到这种面向的女人,赶紧下手娶回家 这是极其富贵,极其忘福 忘到你亿万身家都是小问题 我有一个女园主之前拿着一张女孩子照片来让我帮她看 她儿子呢,跟一个异地的女孩啊,谈了三年的恋爱 一直没和家里说 前段时间,突然告诉家里说要结婚 还把这个女孩子带回来了 但是我这位园主啊,不放心 就想让我帮她看一看 想知道这位姑娘,适不适合跟她儿子结婚 我看这位姑娘啊,眼镜犹如桃花和丹凤的结合 内眼角清秀,外眼角勾魂 眼神明亮,满载神韵 她的眉毛啊,弯弯的 这样的眉眼搭配,赋予她不凡的英气和智慧 你知道吧,古代说丹凤眼的人都有一颗热血的心 她们仗义直言 你像历史上的关羽 如今啊,女性有这样的眉眼 显得英气逼人,气质非凡 但是要注意了 她的眼镜又带着桃花眼的深情 异性缘分旺盛 可能会有一些啊,不必要的纠葛 她五官精致又大气 尤其那个高傲又饱满的鼻子 鼻子在面相穴当中 代表着事业功和财博功 同时也是女性的夫功 这意味着她的财运和夫运都非常好 中年时期,她自己更是会事业有成 财运旺得很 总的来说呀,她儿子如果能和这个姑娘结婚 是非常好的 现在只要提前做一场法事 帮她破解掉烂桃花的纠缠 就可以保证她儿子呀 跟这位姑娘以后的感情是顺风顺水